第608集 纵然无人出来 但是却有无计杀意在弥漫 夜月下的神城冰寒刺骨 仿佛严冬季节来临了 叶凡依稀已经看到 他的前路充满了风烟战火 恐怕真的要步入无始大地的后尘 举世皆敌 如今没有人出来战他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把握 将来定会有连天大战 那时必然是生死对决 他所能做的是 唯有赶紧进入画龙秘境 这样放眼年轻一代 就不会拒任何挑战 甚至可以横扫天下 中州来观礼的诸多教主都皱起了眉头 圣体出城已有如此威势了 他们想到了中州几个年轻王者 短期来看可抗衡圣体 可是将来会怎样呢 这是一个让人忧心的问题 大成圣体可与古之大地较板 每每想到都让人难以释怀 也许提早扼杀是唯一的选择 叶凡立身夜空中笑得很灿烂 牙齿雪白晶莹 看起来外表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 多少呢还带着一丝痣呢 这个年龄段这样的修为 让诸圣子沉默 诸多大势力难安 让许多人都心中滋味难鸣 叶凡连问了三遍 没有一个人回应 年轻一代无人站出与之争锋 几家神体 妖族的天妖体 不是没有可与之大战的年轻王者 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叶凡独立越野下 便问同代强者 无人敢出来阴风 他第一次树立起自己的威名 自今夜后 注定要明镇年轻一代 绝待神王上前 眸子虽然暗淡无光 但却英姿不减 让每一个人都敬畏 他来到叶凡进前伸手一点 一道璀璨光滑没入七体内 那是神王印记 有此印记加深 无论是谁杀圣题 都会被神王感知到 众人心惊 神王这是要保圣体一路到底 可是他能有几日好活呢 都已经游进灯窟了 一场大战落下帷幕 一夜风云 进阶消散 绝待神王将陨落 圣体诅咒打破 疲逼年轻一代 神城岁月无边 但这一夜足以鸣刻下来 这将是一个大时代的开启 是后荒谷时代前所未有之事 这一夜 消息快速传了出去 东荒震动 中周升兰 注定是一场轩然大波 短期内难以平静下来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诸多修是前来拜访与结交 有诸圣帝的人 有古世家的强者 还有各大教的传人 夜凡无法脱身 称得上是门庭弱势 他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刻 整日都有人厌情与登门 很是疲累 但是却不得不应付 每一个人都很热情 但又有多少是真心的呢 他不知道 如果冲冠失败 很有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这几日来 他一直与神王在一起 虚心讨教 同时希望可以发生奇迹 挽留住绝代神王的性命 真的不想他陨落 可是 神王的眸子却越发的暗淡了 几乎快变成了死灰色 没有了一丝光彩 神王 您就服下麒麟神药种子吧 神王摇头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将回返江家 就要离开神城了 想回去看一看太阴之体 几天下来 夜凡见了妖月空 大夏皇子 金赤霄 徐衡 白衣小尼谷等太多的人 却一直没有去见安妙依 因为 他现在没有走出去过一步 圣体出城 按照丰族的意思 将要让他隐世百年 不成圣主级人物 绝不能出世 这 的确是一个稳妥的主意 忍得百年孤独 患得万载鼎盛 日后可均临天下一万年 可以想象 江家与丰族都肯定会鼎力培养他 修炼所需 根本无需他来考虑 一百年 太遥远了 叶凡仰望星空的彼岸 他根本等不了那么久 凤凰一直没有出现 他并不感觉意外 丰族进入神城 只为考验他 此前 从来没有说一定会联姻 他冲冠若是失败 肯定提都不会提 在此前最好的选择 就是不让凤凰出现 进退皆可行 如今 他冲冠成功 凤凰依然没有来 对此丰族的人掩饰 说他正在闭关 冲击画楼秘境 十日内应该会赶到 事实上 丰族的明珠一开始就不屑涟漪 明言绝不会嫁给圣体 纵然如今冲冠成功 丰族的公主还是无比高傲 根本不来 丰族的人正在努力劝说 叶哥 我怎么听人说 你与庙宇安的仙子很熟 封立也问道 叶凡斜了他一眼 问这个干嘛 我不是为你好吗 我姐姐心高气傲 即便你圣体出城 他也不见得会离你 可别再出现什么风言风语了 封立也告诫 他上次奉命去试探叶凡 结果那叶凡六亲不认 很飙 很猛的将他揍上一顿 上演了姐夫打小舅子的一场 欢乐闹剧 当时风裂 气急败坏 窝火都不得了 发誓要与叶凡没完 可是见他冲冠成功 顿时彻底没了脾气 叶哥 怎么才能见到妙一仙子 你给我制个招 我与一些朋友 想去见他一面 风裂低声问道 生怕长辈听见 哼 风裂孤怒 暗中非常鄙视 但却不敢表露出来 磨叽什么呢你 叶凡瞪了他一眼 我是说想去找找见识 要不这样吧 叶哥 你带我们去 我发誓肯定不告诉我姐 风裂窜夺 叶凡真是无言了 这个便宜小舅子还真是鸡品 当时就削了他一巴掌 那说什么呢你 那个地方你又不是没去过 别在我面前 装正经 风裂很不满 以微不可闻的声音嘀咕 叶凡被他气乐了 这个家伙还真是另类 去庙玉安竟要拉上他 这要是让风族圣主知道 肯定会打断他的腿 你放心好了 这次绝不是事态与考验 我可不想再被你揍一段 哪儿凉管 他带着去 叶凡瞪了他一眼 不再理会 如今他胜体小成 也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 稍有不慎 就可能会有杀身大祸 风裂拂袖而去 你真没劲 叶凡摸了摸下巴 想笑却笑不出 纵然想见安妙依 也不可能跟风裂一块去 时间不长 风裂去而复返 叶哥 族内的一位老祖宗说了 让我们陪你出去转转 不久后 就要离开神城了 叶凡神色一动 如今正是敏感日时期 现在出去走动 可不是什么好主意 他不明白 风族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去无妨 这是绝代神王的主意 他将要离去 向最后出手一次 风族一名老人走进了屋中 叶凡心头一跳 将神王的时日无多了 这是要进行最后一次威慑 很有可能从此永远不会出现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